大家好我是YR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體驗服的最新英雄 雅蓮 哇 切水狗遊戲啊 沒有這個角色第一印象呢 我是覺得有點像同仁喔 星爆氣流閃是不是啊 切平氣流閃 那雅蓮追憶之刃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技能說明喔 被動的話呢 劍效 被動是可以打出普龍攻擊分為四段 總共有七次的傷害 這個意思就是像夜叉一樣 就是他有一個能量條 然後會疊一格兩格三格四格這樣子 那他總共會有四段 但是他總共會打七段的傷害喔 然後不受攻速的影響 也就是說你在砍這四次的時候呢 他總共會出了七下 他不會受你這個攻速的影響 那他釋放疊加的一個 普攻印記的話呢 前三段會分為物理傷害跟法術傷害 最後一段會變成真實傷害喔 然後每一%的攻速呢 加成會轉為兩點的物理攻擊 看到這一段龍捕劍可能就可以考慮一下了 然後再來使用普通攻擊 流星斬 擊中敵方英雄將會疊加復蘇 增加2%減傷 暴率持續1秒 然後達到八成之後呢 會恢復支撐12%的遺損生命值 哇12%的遺損生命值啊 然後還有16層都會恢復雙倍 然後並短暫禁止疊加 哇那這樣子等於是 你可以一直利用你的一技能 來去做你的這個減傷 然後去增加你的暴率 還有你的回血喔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雅連的流星斬就是他的一技能 剛剛所提到的流星斬 灰劍亂5分為4段9次傷害 釋放完畢後進入冷卻 第一段附帶25%的減速 然後呢持續1.5秒 在短暫擊飛中線附近敵人 前7次混合物理攻擊 法術攻擊 最後兩次的話呢是真實傷害 但是他的物理疊價好像有點多啊 60% 80% 再來是120% 然後可以暴擊 而且可以觸發普攻的特效 那釋放段數基於普攻的印記層數 初始一段 三段滿段釋放還會免疫控制 哇那等於是 如果你疊滿的話 你釋放的時候呢 你可以讓自己有一個免控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被動 你的被動會恢復你的生命值 哇那是可以兩個互疊 也就是說你可以利用你的這個普攻的一個次數之後 去疊加你的1技能喔 然後最後一次的劍氣還可以改變轉向 那這個應該是他揮舞的最後一段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你的 呃你的方向 讓你去改變你的最後一段的一個劍氣 去掃向哪裡喔 那冷卻CD的話呢 是6秒冷卻到3秒 那減少對方的移速的話呢 從25%到50% 那基本上的話呢 應該是主點一技啦 因為一技的話呢 是他主要的免控來源 然後跟傷害來源 那再來的話呢 二技能CD0秒 向前位移對路徑上的敵人造成250%的物理加成的物理攻擊 然後降低對方的雙防 最先命中的兩名英雄還會受到定身 持續1.5秒 喔靠太強了吧 然後可以儲存兩次 劍個10秒 享受冷卻縮減 哇有點強啊 啞速是吧 我們看一下大招 弱日斬 立即消失並且鎖定一名英雄 1.5秒後落下 埃羅 對四周的敵方造成200加目標 12%當前生命值的真實傷害 斬殺啊 這在斬殺啊 每擊中一個英雄傷害提升25% 上限50% 或也就是擊中兩名英雄的時候呢 他傷害就直接跌到50%了 然後疊滿復蘇以及普攻印記 是直接滿城的狀態 大拳下去等於是直接滿城 那鎖定敵方的話是附帶50%的結束 鎖定有方的話呢 是附帶 家屬 如果鎖定刀鋒寶貝 額外免疫 控制 看來刀鋒寶貝是雅思納了 他可以跟刀鋒做一個combo啊 哇這個有點強啊 所以如果刀鋒寶貝刷進去 雅蓮再飛進去 然後刀鋒寶貝免控 這個這個額外免控 不知道是刀鋒寶貝還是雅蓮本身喔 反正不管是雅蓮本身還是刀鋒寶貝 都蠻強的啦 這角色目前看起來 有一點誇張啦 然後他的這個暴擊率的話呢 我們進遊戲可以去嘗試看看 然後另外他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這角色的一個免傷跟生命恢復 所以他是可以當成一個邊線去玩的喔 目前看起來的話呢 這整體來說 因為現在目前角色的機體太高了 然後因為我現在用的是模擬器在玩 所以我沒辦法去做實戰喔 沒關係我們到 這個體驗斧的這個英雄練習場來練習看看 那我們一開始先升到四等好了 然後 基本上來說呢 我會建議他可能是走一個邊線啦 因為如果說是跟刀鋒寶貝可以去做一個combo的話呢 那他走邊線的話其實也是不錯的喔 然後在這個 目前角色機體上太強 所以如果要走打野其實也是可以的啊 喔馬上疊到四段 真的耶最後一段可以改變方向耶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打對方然後反過去 喔兩段耶連續兩段 喔這邊是沒疊滿沒疊滿就少了那兩下 所以至少要三層三層就ok了 哇這回血也太誇張了吧 回好多喔 那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是接技的話假設我們疊到三層 現在是疊滿的狀態 1 2 3 我們往前定身 揮擊 改變接近方向 然後往前鎖定 哇 太強了吧 那我們試試看看如果是以大絕進場 大絕進場的話是直接疊滿嘛 直接疊滿 咦 這個疊滿好像怪怪的耶 啊要命中兩名才要疊滿 是嗎 喔不能普攻啊 他下去的瞬間是不能普攻的啊 喔是這樣子的喔 也就是說你看喔 我們1 2 3 4 再打 就變一段喔 所以他現在是一段 兩段 三段 四段 又變一段 所以你三段四段的時候一定要開一技能 一段兩段三段我就可以開了 一段兩段三段四段 再砍就沒了喔 這個跟那個耶娜的四分之三是一樣的道理喔 也就是說我們 往前砍的時候呢 1 2 定身 1 喔這樣就沒有了 1 2 3 3 這樣很吃時機啊 我們可以往前再一個大招追擊下去 哇這好強啊 我們試看看如果出龍骨劍的話傷害會是怎麼樣喔 1 2 3 100多 100多 好 100多 因為兵線的話龍骨劍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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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龍骨劍是可以選擇的喔 因為 基本上的話他的被動的話呢 是會增加他的這個 物理攻擊 也就是攻速加成的話會轉換成物理攻擊 跟我們的卡 卡粉底有點像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呢是 邊線的出裝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先出手裡劍 後面再考慮上龍骨劍 那我覺得坦裝也蠻適合他的 因為他目前看起來這個減傷跟回血效果確實是 確實是蠻明顯的啦 所以 如果走一個邊線出半坦流 不要出全傷害 我們不要出全傷害的話其實 那個回血的話其實應該不錯 當然缺點就是要原地戰裝啦 所以最好的情況呢可能是 1 2 往前定身 3 接一技 這樣子的話對方是完全不能動的狀態 這樣子的接法應該是最棒的 那我們看一下基本上他的配裝 喔他也是偏半坦啦 那這個裝備其實我就可能不太會考慮了 呃包含龍骨劍我覺得也是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他畢竟可以疊他的這個物理攻擊的一個係數喔 然後又可以增加普通的速度 但是其他的部分是可以的 那坦撞的部分呢也都可以選手喔 假設我們砍個兩刀 三刀 往前定身 推擊 哇整體變超痛的耶 然後接下來會有一個真實傷害 哇那基本上亞人之角色 我覺得個人真的是蠻期待的喔 最主要就是 普攻的一個節奏 然後加你的一技 而且 空灰也可以疊被動 所以也就是說你可以 跟勇一樣先蹲點 蹲過來剛好對方要進來有沒有 直接揮擊 綁 中了之後往前定身之後再砍 然後可能利用大招下去的時候呢 一技能重置 一技能就可以再砍一次 定身 等一下喔 喔這樣就卡掉了 沒辦法用模擬器實在太卡了 所以我們真的沒辦法實戰 大致上的話呢就是利用你的連段 兩下三下往前 這模擬器實在很難控 結果這個改變的話呢 是你要利用你的這個方向鍵去改你的 你的最後一段鍵器 要打向哪裡 趕快往這邊 然後就是靠下面 喔這真的傷害1624 太痛了吧 哇光一個聖劍就夠了耶 那這樣子的話 裝備可變性太多了啦 根本也不需要出到 其實應該也不太需要出到 颶風啦 可能就 一把龍骨劍或是前期先一個手禮劍 然後後面上 可能你要上炎甲啊 還是上那個 呃物防裝 護衛軍戰士等等的這些 或是想要出個冰袍啊 之類的 可是他全冷我就覺得 感覺不太吃重耶 因為 一技能這個部分呢 如果吃全冷的話 不知道他的效果是什麼樣 可以 可以嘗試看看啦 其實很寂寞吧 他身上的紅色應該是只有一次而已 應該沒有那麼無辭才對阿 1 2 好啦算你在這虧了吧 近身 彈 好像沒有 是沒有的 全冷的話呢是 你看他身上會有黃黃的這個光 黃一次 那如果說我們在砍的同時呢 他也有黃黃的 那就代表他可以 重複的一直啟動 看起來是沒有的 所以全冷這些裝備我可能就不會考慮了 如果讓他出一些坦裝的話呢 他噴血噴下去之後再回血 那這樣效果的話會變得更的 更強 更強大一點了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打一下炎魔神凱撒 我反甲在凱撒的對線感覺是不錯的喔 我先多配一點血 等一下我們家好像要爆了 沒關係 所以 最好的情況是打滿的情況 打滿的情況就是1 2 3 4 5 6 7 然後開1技 然後開1技 所以我的名字是雅連 好 你去找上你 很寂寞吧 好 這個 有點尷尬 那這樣連段的話可能就是 欸莎你過來一下啦 下去之後直接鎖身 喔 救急技啊 可以啊 下來之後呢 划一次或划兩次之後再開你的技能 剛好對方是完全不能動的狀態 一個這樣 然後再追擊 包含冬日戰斧 我都覺得可以出喔 就是出一個半坦型的 好 這次的影片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會蠻期待這隻角色 新上市的 我一定是給他玩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部的影片 那基本上的一個 角色的定位跟 這個 裝備的一個取向 然後 以及他的 人走的線路 雖然他現在太強勢了 你真的要走打野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 我就覺得說 在這一個 新角色的部分呢 大致上就這樣子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